航母在现代战争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,它是一个国家海军实力的体现,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,拥有航母的国家,无一不是世界强国,像美国,中国和俄罗斯等,而航母也往往能在战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而航母战略地位的重要性,也往往会左右一个地区的局势,日本突然一夜之间冒出了四艘航母,这让全世界都感到了惊讶,其实日本拥有四艘航母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事了,只不过日本人非常聪明,他们不叫航母为航母,而叫做巡洋舰,很大程度上,大家在讨论日本海上自卫队时, 都会充其长期爆战亚洲海之实力榜第一,甚至说到航母作战,都在说日本随时可以出动四艘准航母参加作战,日本其力射向版F35B型战机,部署到现有的四艘直升机去逐渐上,此方案一旦得到了美国的支持,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,可以在短时间内,快速提升越洋打进能力,其中体实力也会在短时间内, 超越众多海军强国,面对日本的举措,中国早就做出了针对性的方案,目前我国除了拥有两艘六岸多级的航母, 而且计划建造多了更大的核动力航母,与灵器五行两栖攻击舰,即便是日本版F35B,部署到出云号上也无济于事, 因为我国海军拥有的栽机平台不仅数量上超越日本,而且在打击能力上更是远远超出日本好几个当次,足以确保我国在东亚南亚等海域的打击优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